第十八课 中国家庭 一 呵 这么多人 都是你们家的人吗? 那可不 这是我们家的全家福 这个人是你爱人吗? 哪儿啊 这是我叔叔的爱人 这是十年前照的照片 旁边是我叔叔 你跟你叔叔长得太像了 几乎完全一样 那你在哪儿啊? 这个是我 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 不像 一点也不像 假如你不告诉我的话 我根本认不出来 你身边的这位老人 一定是你奶奶吧 对 就在那年冬天 他去世了 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哦 对不起 二 我问你件事儿行吗? 什么事儿呀? 在你们家谁做主? 你是想知道 你是想知道 我跟我爱人 谁听谁的 对吧? 跟你说吧 我们有事儿都是互相商量 那商量的时候 常常是谁拿主意呢? 这还真没注意过 可能是我爱人 拿主意的时候多吧 在你们家呢? 在你们家呢? 我们家平常主要是我妈妈做主 有大事儿的时候 大家一起商量 我认为 假如所有的丈夫都能听妻子的 那家家都会幸福快乐 否则就会有麻烦 你同意吗? 三 以前 中国的家庭人口很多 总是热热闹闹的 大家互相关心 互相照顾 有好吃的 大家一起吃 有困难的话 大家一起来帮忙 可以说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然而 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大家庭里人多 个人的想法 爱好都不同 所以 矛盾也很多 现在 人们的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 人们的思想 生活态度 变化也很大 大家庭 逐渐减少 小家庭 逐渐增多 特别是 在大城市里 几乎都是 两口人 或三口人的 小家庭